深夜來到台中港新五路 一整排汽車停靠路邊 數一數就有超過10輛圍停 還有汽車幾乎占據一半道路 民眾必須跨越雙白線才能轉彎 前面那個地方是左轉道 所以那邊可能比較不好開 比較不好進去 開車的時候就少了一個車 現在開張前面 除非他要把人引到就是往內說 一個晚上警方開單開到手軟 雖然地上有畫射白線 但別以為是白線就能停 而是要看線的寬度 根據法規 十公分的白線 稱為快慢車道分隔線 是給腳踏車和機車通行的 汽車不能停放在這 十五公分的白線叫做路面邊線 只要不壓線 停在內側就不算微停 警察五公分 民眾難辨別 在鮮有妨礙其他人車 通行處所停車 儲新台幣六百元以上 一千兩百元以下劃緩 就怕民眾難分辨 因此在慢車道上有畫射自行車和機車標線 微停亂下一整排 民眾可要睜大雙眼 免得停了愛車 卻讓荷包失血 3D新聞邱瑞陽 屈道明台中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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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